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如何来落实中央的这个意图呢 我们要树立无后方作战思想 改正缺点 不重不对 一切立足于一个字 打 今后的几个月 正是由敌强我弱 向敌弱我强转变的一个关键事情 转得好反攻可以顺利开战 转得不好 我们的反攻就要绕很大很大的一个弯子 只有打 我们才能配合好刘邓大军 也只有打 这种方法 部队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修正 同志们 我们从内线作战发展到外线作战 有两个多月 没打过一个像样的胜仗了 沙土齐这一仗 是我们在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仗 我们要用胜利来证明 我们华爷在外线作战 同样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注意打有准备 有把握之战 同时严整军纪 争取群众 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 淮河 运河 平汉之间 创造巩固根据地 你们处在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 沙土齐运程战役的胜利 有重大战略意义 小木 主席 这是你们写的新华社社论稿 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 我加了两段话 你看后立即向全国播放 是 主席 可以公开提议打倒蒋介石了 小木 给陈苏的电报交给叶子龙速发 是 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 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 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 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 再打倒蒋介石 再打一两年 蒋介石匪帮就离全军覆灭不远了 主席啊 沙土局战役 沙土局战役胜利后 陈苏大军便与刘邓陈谢三支大军初步形成了品质型的战略布局 为下一步逐鹿中原 打型介石 打垮蒋介石集团奠定了真实的基础 距离完全建立品质型的战略布局 还相距甚远 要奠令陈苏 刘邓陈谢三支大军 克服困难 勇猛杀敌 尽快建立玉碗苏 鳄玉碗 鳄玉陕三大根据地 现在 胡宗南集团被西北野战军持之于延安一带 一时难以回避西安东原 坐镇徐州的顾祝同集团 被我陈苏 刘邓 陈谢三支大军 以及许世友 谭振林 所部分割在四个不同的战场上 蒋介石只有动用分布于江西 湖北一带的战略预备队了 这是我最担忧的 分布在这一带的部队 大都和桂系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蒋某人再让桂系小诸葛 白崇喜挂帅 那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 我们必须在蒋某人调整部署之前 殿令林彪 罗仁环 立即在东北发起秋季攻势 以侧引南线作战 给刚刚赴东北上任的陈诚 送上一份见面礼 你们知道蒋主席为什么派我陈诚 来接任东北行员主任一职吗 原因有三 一是整治内部 二是安育民生 三是培养战力 其目的就是要坚决贯彻 国府搅供国策 为严格执行国策 我们必须去奢重检 力挽推风 各就岗位 克尽职守 与艰难困苦之中 寻求自力更生之道 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 下面 由沈阳防守司令 楚西春将军 选读第一批被逮捕 被解职的军政官员名单 是 田香番 在 现已查明 你身为国军高级将领 利用军权败坏军纪 暗设赌场 造成恶劣影响 报请蒋主席核准 立即逮捕法办 押下去 李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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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你身为本西区保安司令 在与共军作战时 无战而逃 以弃守领土罪 处以急刑 立即执行 你混蛋你 你敢杀我 王八蛋 老子为党官立过战功 走 老子为党官立过战功 李耀修 在 现已查实 你利用手中的军权 不仅苛扣军饷 还向工商界巨子勒索钱财 立即拘捕 陈总长 我是清凡的 我是清凡的 立即收剑入狱 陈总长 我是清凡的 陈总长 陈总长 我是清凡的 刘介辉 在 将借用收编军队买空卖空的刘介辉 押下去 是 辽宁省主席徐珍 请 悲职在 经初步查证 你在任职期间昏溃无能 报请蒋主席批准 免去你辽宁省主席一职 陈总长 其他一些中下级 独职犯罪 贪赃网法的官员 行了 坐下吧 是 诸位 我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果断严厉的手段呢 因为东北已经出现了 纵兵央民 逼民为匪 收匪为兵的恶性循环的事实 皆知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为此 我警告诸位 与其说与共军拼命 还不如自己先与自己拼命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听明白了 江主席指示 今后 如有玩忽职守 违法乱纪者 无论资历有多老 战功有多大 都要予以严厉的出发 严惩不待 是 是 坐下吧 刘主席book 看来你是有话要说 是 我是有话要说 可是我怕说了以后 您会当众致我的罪 你我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窗 校友 作为校友 我怎么能堵塞你的沿路 那好 请问陈主任 那蒋主席所示娱的 包括不包括那些 曾经获得过晴天白日勋章的将军们 当然 好 陈主任 这是四平全城百姓 状告陈明人祸国殃民 纵兵抢粮罪责难逃的材料 诸位请看 还望东北九省的最高父母官 看完以后给予查处 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有啊 正在四平考察的美国军事顾问 这些人拔得为将军 即日就会赶回沈阳 我相信他会向你反应的 坐吧 下面 有东北行员 罗卓英副主任 宣读锐益整军 扩充军队计划的报告 告知大家 然后报请蒋主席核准 请订阅 请订阅 为了适应搅供形势的需要 将东北原有的九个保安区 十一个保安支队 以及交警总队 五十二个保安团和支队 组成十个暂编师 请订阅 报告陈总长 八大为将军到了 陈将军 八大为将军 请坐 来 请坐 陈总长 你应该知道陈明仁将军在四平的座位 请假 我失察四平的时候 竟然 发现我们美国援助贵国整包的面粉大米 被陈明仁的七十一军累成攻势 仅雨水一浇 全烂在地上 是的 我有所耳闻 更为严重的是 陈明仁的部下第八十七史师长 匈欣民 指挥部队车辆 抢运粮战和车战的大豆和面粉 却谎称作军粮 是什么 他们在私底下 把这些商品变卖给投机商 然后把钱都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 他们竟然跑到北平用这些钱来购买私人别墅 是的 这份状告陈明仁的材料上都已经写了 陈总长 您是江委员长心中最信任的军人 而且又是施下东北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 您必须严惩包括陈明仁在内的所有肇事者 是韩国国内的计划 难na 既然如此 我出去向你提出最严厉的抗议之外 同时我还要在此正式通知鬼国政府 从此我们美国断绝给予中国的各种援助 自然也包括对陈明人的军援 请阁下息怒 息怒 这件事真是难以置信 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 八大为将军 你要知道 我们处理一个 刚刚被授予晴天白日勋章的陈明人将军 我们要考虑到蒋主席的影响 那好 不过我这就立即非凡南京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 我要到江主席那去高与状 由于陈明人违法乱进 搞得四平大街小巷民愿沸腾与论华人 非将他查办不可 可否请示蒋主席以后 再做电话 你们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用脑子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首先要拿出个处理意见来 我看一看 去吧 是 君生 你对慈修在东北调整战略 积极整备 有什么意见吗 从东北军事形势来看 是需要的 但若从关内抽调有力部队 增援东北 我看是有困难的 所以慈修也立主 卓家辩通 在不影响关内之军事状况下 增援东北吗 当然了 我也是赞成慈修 在东北就地组织兵员 培养战力 以私整训好 在对共军发起大规模的攻势 但是陈总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 古马军心不稳哪 你是担心 他们会叛变投向共产党吗 这不能不让任保罪坏处去想吧 那我就赞成慈修的意见 谁要投就去投 他今天投 我现在就绞他的枪 去那边坐下他们 是否认为 hull 知道了还在掌陈铭物 这中国人 remembering corona 没有 Halo 然后 我们就监我 roasting 袁 eigenen 不完全是 那就是因为陈明仁和你们贵戏 有一些瓜葛吧 谁人不知陈明仁将军 是您的得意门生啊 江主席 我是考虑对您的影响 是啊 我刚刚把他封为 全国三军将领的楷模 现在就说他是纵兵为患 这一旦彻之查办的话 现在正是用人之事 查的是一个陈明仁将军 可直接影响的是 一批国军将领的心理情绪 要谨防有人假借洋人之威 逼您去演一出 灰类斩马素的戏呀 江主席 我告辞了 等一下 他现在还在南京吗 没有 他回思平了 回家了 这不中秋节要到了 他向国防部请假 翻墙探亲祭祖去了 看来今年南京的中秋 注定是要云遮月了 大令 就要下雨了 快回去吧 大令 方才美国军事顾问 巴大为将军打来电话 再次重申了美国的态度 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有 说说看 他说魏德迈将军认为 陈诚很好 无畏而正直 像他这样能干而连接的将军 主政东北 美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 帮他剿灭东北的共军 主席 主席 夫人 我告辞了 大令 你太重师生之意了 源源不断的美国军援 总要比一个 陈明人的去留重要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仇 我先进去 报告 报告 陈将军 南京国防部发给你的集电 谢谢 命人 发生什么事了 我被撤职了 调任中将参军 为什么呀 都是陈城倒的鬼 陈城 怎么又是他 陈城不杀 国家无望 秋风渡和尚 大野入苍穹 家令随人至 明月傍云生 故里红阴绝 天月 妻儿信未通 满雨贫翘望 凯歌奏编程 主席引勇的是一首新作吧 遇到中秋 赌物赶怀而已啊 风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斤 人嘛都有七情六欲 我很喜欢鲁信先生那首诗 是 无情未必正豪杰 莲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奉狂孝者 回谋实看 小乌图 不信 少奇同志来点说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 将于九月十三日正式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少奇同志正在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好好 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 是从根本上完成中山先生的 庚哲有七田的根本大法 也是中国农民期盼了几千年的根本大法 一旦在全国农村实施 这必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也一定会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那是一定的 请电高少奇同志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一结束 请把中国土地法大纲及有关文件报来 经中原研究之后 再向全国各解放区下达执行 好的 同志们 由于我们通过的这部土地法大纲 将其志鲜明的规定 坚决废除封建 以及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实现庚哲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它是一部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 有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也必将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从法律上废除了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前的债务 由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 家具 房屋 粮食及其他财产 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 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 贫民 是中国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从此 受封建压迫数千年的亿万中国农民解放了 吃水不忘打井人 翻身不忘共产党 中国亿万农民为了确保胜利果实不得而复失 他们有积极的报名参军或佣军之前 从此 在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浩浩荡荡的 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目的的人民战争 臣臣为了打通锦城县 确保北宁县 拓展东北与华北的联系 集中三个市的兵力 由隋中 锦西 易县分三路 向建厂方向发起进攻 东总是如何应敌的呢 哦 程子华和黄克城同志 根据东总要抓住战机 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的指示 具以第八宗 兼敌暂编第五十师 和暂编第二十二师 吸引锦州地区的第九十三军来源 再投入第九纵队 合力攻坚制 很好 这要殿氏林彪和罗仲环 此次辽喜走廊的秋季攻势 不但要打责必胜 而且还要把战线引向中长路 是 让禁察级的聂荣针 侧应东总 出击华北增援关外的国民党军 同时 殿氏刘邓 陈肃 陈谢 以及西北野战军 要利用我军主动出击北线的有力时机 完成他们各自的战斗任务 好 共军在辽西走廊完成了秋季攻势的第一阶段 仅在二战杨家丈子的战斗中 国军就损失了第49军军部 和第79105两个师部和五个团 共计损失一万两千余人 新上任的东北行连主任 慈修是如何指挥的 他呀 他不仅没有想到国军会在辽西败北 更没有想到林彪会是共军主力 出击中长路 中长路的战况如何 战况更糟 10月1日 共军主力突然向四平以南 铁岭以北 我第53军的防区发起攻击 位于威元埔的第1116师 仓促应战 损失惨重 助手在刁皮屯的130师390团 在突围西车中 于次日全军覆灭 两天损失近万人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看这都是慈修刚愎自用的结果 9月9日 陈肃共军禁抵玉碗苏 使国军在沙土籍损兵浙降 刘邓共军大闹大别山 使我们丢掉了23座城镇 陈县共军在玉西 使国军损失了四万多人之后 又向拂牛山东路开去 好了 你们看 如何能打败东北共军所谓的秋季公事 只有从华北调重兵出关 不过 只有蒋主席亲临北平下令才行 报告 报告 报告校长 陈明人在上海 赴安眠要自杀了 救过来了吗 正在医院抢救 知道了 是 明人 醒醒吧 蒋夫人来看你来了 慢点 来吧 扶我起来 夫人 陈将军 好点了吗 谢谢夫人 快躺下 躺下 来 躺下 谢夫人 想不到夫人能来看我这样一个落伍者 正确地说 是你们的校长让我来看你的 你们的校长让我转告你 不要想不开 当家的遇到了麻烦 他首先要拿自己的人出气 有的时候还要对外上演一出 周瑜打黄盖的戏 他希望你能理解他 理解他这位打黄盖的周瑜 是 请问夫人 我这个不情愿挨打的当代黄盖 何时才能报销当过 你要先把身体养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吗 请问夫人 请问夫人 我臣名人何罪之有啊 不知道 那夫人来的意思是 我是代表你们的校长来看你的 至于其他的细节嘛 等你们的校长从北平回来 你再问他好吗 请问夫人 江主席 德林 你来了 江主席 您亲临北平 一定是为华北战事而来吧 是的 你 对华北的战局有什么看法 自从东北共军发起秋季攻势以后 您先后调集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时 十三军第五十四时 九十四军第四十三时出关增援 这样一来 华北共军必成我应援东北 暂取首势之际 他们会再度发动保北战役 时下北平行援所辖的保定张元两个绥靖公署 不是有国军五十余万吗 可我个人认为 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绥靖公署上 说说看 江主席 您心里比我清楚 保定随属主人孙连仲 与张元随属主人傅作义 没有横的指挥关系 平时各自为政 战时谁也指挥不了谁 结果嘛 这两只手不但形成不了合力 反而相互制约 必然给共军可乘之计 你作为行员主任 为什么不统一指挥他们呢 我怎么能指挥他们呢 上半年 你拒绝 统帅东北华北两个行员的政务军事 也是出于同意原因吗 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听说 司徒雷登去鼓动你 参加未来的总统选举 是吧 是 确有此事 我只是想竞选副总统 你为什么不竞选总统呢 总统非你莫属 不过我要参选副总统 也要得到你的认可 既然是民意选举总统 德灵兄这样说 就见外了 何况 我一直是倚重你的 谢谢江中席 你们说的这些困难 我都了解 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我的意见 一是对本地区的粮食和物资 要加以切实控制 二是要对二三百里 以内的匪区粮食 尽快派部队去搜集 是 是 我此次北来 更多的是想听听 诸位的剿匪计划 我们不能因为 遭遇了一些困难 而忘记了剿灭共军 一统天下的根本任务 是 是 那好 故故莫不有长莫不有短 人亦然 故善学者将人之长以补齐之短 故假人者随有天下 因此我希望我们现在会议的重点 就是要总结剿匪的经验 你们既要找出共军的长处 也要找出我军的短处 并研究制定出制胜共军的方案 第三军军长罗立荣 报告校长 学生罗立荣在 我知道你一直跟着中南和共军作战 前不久才调到华北来 困难一定是很多的 举例说 你所驻守的施家庄 四周都被共军所包围 交通阻绝 正可谓是孤军远容 报告校长 第三军绝不给中央添乱 也绝不给校长增添麻烦 根据校长的指示 我们将自己解决困难 并完成校长交给我们的剿匪重任 好 很好 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 会给在华北的共军 提供一颗子弹 一粒粮食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华北的共军聂荣针所部 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呢 他们又是如何打败 你们所指挥的军队的呢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检讨的 张元随属 副主任 在 你也可以介绍一下 是如何打败 张元一带共军的 一是认真执行您的剿匪计划 再就是调动我们的部署 勇敢杀敌的勇气 古今中外的大军使家 取胜之道 就在于勇气二字 好目搜区 宝定随属主任孙将军在吧 在 你也可以总结一下 为何一败清仓 再败宝北呢 末将无能 愿再次请辞 本兼各职 先不必急着请辞 你知道 华北一带的共军 又向宝定以北集结了吗 知道 那好 你可是党国的老同志 只要你重述 教宫的勇气和信心 就一定能转败为胜 是 那好 我们现在就研究一下 保定以北的剿匪计划 据我分析 华北共军将在徐水一带 发起攻击 借以吸引我驻天津卫 北平方面的国军出援 从而 在运动中 见面来自东北两个方面来源的国军 其战法还是共军的老一套 围成打员 继续说 第一 盐令第九十四军 独立第九十五师等部 挥师南下 第二 殿令保定乃至第三军挥之北上 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巨尖攻军与徐水一带 这就叫以齐人之道还至齐人之身 石家庄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需要固守 抽掉你第三军的一个师去保定 加强激动就可以了 是 另外 你要亲率北调部队 是 李荣啊 下场 你可是 我黄埔军校的优秀学生 我是非常器重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